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 参会的在下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在会上关注哪些焦点 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一起去了解一下 今天上午 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 分组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 预算报告和草案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陈子轩提出 要加大乡村医疗队伍建设 提升乡村卫生室卫生服务水平 更好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乡村卫生室要与医改相适应 相配套 明确性质跟定位 人员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要给予解决 确保村民能够在家门口看病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张荣建议 加快推进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科研水平 让教育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2019年教育的支出占比是14.6% 而到了2020年的预算里头 这个占比提高到了14.8% 所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对于这个高等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对我们高校的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教授潘岳通过云采访的方式 与记者分享了这两天参会的感受 从事经济研究的他最关注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于GDP增速目标的内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设GDP增速目标 而是将指标融入具体工作 潘岳认为这样的安排符合现实需求 疫情冲击以及叠加世界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确定一个增速目标 这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 那这实际上是给中国经济封板 不要因为完成一个目标而有负担 这样各地政府到时候是可以放开手脚 去恢复和重整经济 潘岳认为今年4月份以来 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明显的复苏态势 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他表示两会期间各地代表汇聚北京 一方面能够交流分享 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经验 另一方面更是团结凝聚力量 坚定发展信心 中国不仅是顽强抵抗住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 而且新经济也奔发出了巨大的发展潜能 所以两会的召开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张一姐的那种信心 信心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 我们一是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而是坚定发展经济的信心 有信心我们有底气 我们这个稳预期的目的就能达到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总书记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 指出接下来经济工作着力点 并鼓励民营企业不断去探索 不断去奋斗 不断去克服困难 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让来自企业界的在下全国政协委员 蒋志鹏倍感振奋 昨天习总书记到经济界别 以委员们上谈发展 这些信息对我们民企鼓大敬送信心 本台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